今天呢,我们的代理又来到这里测试,让我给这个英语江南的手镯包巾一刻,包巾的效果会如何?话不多说,直接看看,包巾正式开始,首先呢,在包巾之前,我们先确定一下科重,来确定一下手镯的科重,现在的手镯呢是21.2克,也就是说呢,马上包完以后,我们再看一下包了多少天,效果如何,我们进行我们的第一步,清洗。 首先呢,放入我们的清洗缸,然后开启我们的开关,开始选转,正式的开始清洗,清洗完以后,我们正式包巾,清洗已经结束,下面我们开始真正的包巾,来包巾之前,大家在最后看一下,这是银批的效果,马上包完地,给大家看一下包完的效果,以及成品的科重。 好的,现在开始选转,正在开始包巾,手镯呢,进去一步,已经慢慢的开始变黄,马上我们看效果。 包巾已经结束,下面我们关掉开关,关掉选转,从金刚,我们把它除出来。 提起,一定要把上面的金水,一定要冲洗干净,上面全部都是黄金,一定要把它冲洗得干净。 我们现在把它取出来,来看一下什么的效果。 好,来看一下效果,是不是非常的划算。我们马上取下来,来,取下来,来,冲一下它这里。 包巾不会影响,它银批本来的原神,本来的原神光变,包完以后就是光变,包完以后就是光变。 来,我们冲一下科重。 它现在的科重是21.9T,刚才的科重是21.2T,也就是说,低上大概是0.9T。 155.6T。